下面我們要教的重點叫做浮體原理 我們前面教的浮力的公式 浮力一定是減輕的重量 浮力一定是排胎的易重 這個想法對任何情況的浮力都適用 但是現在教的特別的 丟下他自己會浮起來的時候 就要做所謂的浮體原理 那我們一誰受力 浮體受力 二受幾個力 兩個力 重量向下 浮力向上 三合理多少 零 合理等於要平衡 老師說過 兩力平衡才是甚麼 三句話 合理面要是甚麼 大小槍頭方向相反 之後再一條 直線上 所以這兩個力量誰大 一樣大 所以浮力就會等於物重 所以就很簡單 浮物體的原理就是 東西如果丟到液體中會浮起來的 它的浮力就等於物重 所以我們多了一個算浮力的公式叫做浮力等於物重 但是這個公式只能用在哪裡 只能用在浮體 丟在自己浮起來的才能夠用 所以這個想法只用在浮體 浮力會等於物重 B等於W 這叫做浮體原理 浮體原理 但是這個簡單的想法可以衍生出一些問題出來 好 來 這個學測有考過 考試有考過 有人就是問你 這個是你今天你寫說比較低啦 有人就問你說有一艘船 從海上使到淡水 從淡水使到海上 請問它的吃水線 就是水淹掉的位置會高一點還是會低一點 船身會上浮一點還是會下沈一點 大沈一點 然後請問你這兩個一樣大嗎 我們先請你回答第二題 一艘船在淡水跟海水中航行 兩個所做浮力有一樣大嗎 還是淡水比較大或者海水比較大 為什麼一樣大 為什麼海水大為什麼淡水大 第一個先問回答第二 兩個有一樣大嗎 兩個有一樣大 停車戰界問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二二 四號 四號 來 一艘船在大海航行跟淡水航行手受浮力有一樣大嗎 為什麼一樣大海水大還是淡水大 為什麼淡水大為什麼淡水大 他就要出現 等下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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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這邊講的 就是 但是 答案是 船 船在海水中 船在海水中 船行使浮 浮體等於物宙 在淡水中浮 浮力都等於物宙 兩個浮力都等於物宙 所以 在海水中跟淡水中航行浮力是一樣大 一樣大 可是 末路的不一樣 我想這裡是已經寫給你看了 海水的滋水線比較低 就是末路的比較少 淡水末路的比較多 考試有人倒過來考 問你說從海洋船移到淡水 船身要上浮還是要下沉 這邊是贏告訴你說海水吃水現場 半水水現場 問題是為什麼 問的問題是為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 根據剛才的答案就知道為什麼 根據剛才的答案就知道為什麼 來 可愛大帥哥 帥哥 帥哥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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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的是為什麼 他已經告訴你海水吃水少淡水吃水多 問的是為什麼 用前面的答案就知道為什麼 那為什麼密度大就要比較少 因為 因為 多講個公式吧 多講個公式就有了 如果 台胎成 不是會 比較少 一定是這個也就算你 你講的還是不清不楚 算你對啦 好耶 因為福利是BVD啊 排胎液體體積層液體密度啊 等於所受福利 跟左邊的那個福利一樣啊 那你變成你右邊的液體密度大 那麼排胎液體就怎樣 小啊 小成大小會跟大成小一樣啊 所以呢 你的液體密度大的 排胎液體就少啊 所以吃水就少啊 吃水就比較低啊 所以就比較低啊 所以就比較低啊 就是前面嘛 就是跟前面有關 因為我的福利一樣 所以密度大的 排胎液體少 密度小排胎液體多 就是這樣子 我講過了 有人倒過來考 你應該會會了 你就知道說 如果從淡水池到海水中 船生應該上浮還是應該要下沉 就考過 這個學測考過了 技測考過了 OK嗎 就是 重點 叫做我們現在學到一個算福利的方法 叫做福利會等於物重 但是這個東西只用在一種情況 什麼情況 丟下去它會浮起來 它只用在福體 所以叫做福體原理 福利會等於物重 請你記好